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 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个新鲜事 大家如果在网上刷视频的话 你可能刷到了一个中国的机器狗的一个视频 那么有网友转发给我这个视频 以后我查了一下 这个是在中国和柬埔寨最近进行了一个联合军事演习 金龙2024这个演习当中出场的这个机器狗 那么据环球网报道是这么说的 说在近日中国和柬埔寨举行的金龙2024联合演习当中 首次参演的中国机器狗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热点化题 其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疯传 美国媒体也承认在该领域中国又领先了一步啊 据介绍呢 参加金龙2024的兵力 包括简方1315人 中方是760人啊 路上演习科目包括围绕城镇街区解救人士 和山区营地围歼青角 参演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车 情报设备 排报设备和化学品输送设备等 海上演习呢则涉及到反劫持行动 有14艘舰艇和两架直升机参与啊 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啊 说这个机器狗啊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首次公开展示其列装的机器狗啊 他们分为两类 一类呢 就是侦察机器狗 在众多的参演人员的面前做出横握呀 跳跃呀 还有倒退呀 等动作 还和士兵握手说是啊 另一种呢 就是战斗机器狗啊 它主要是对房屋内的目标进行搜索和打击啊 身上携带一把自动步枪啊 也能在士兵的控制之下快速前进 灵活的调整枪口和方向 展示了强大的巷战能力啊 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展示啊 这个小型的机器狗有30斤重啊 它这个小型的呢 就是侦察机器狗了啊 它能够适应多种的环境 进行情报收集 动作敏捷啊 为后方实时发送高清影像与热成像数据啊 极大提升了战场透明度和指挥决策的精确性 人工智能的设计呢 也使他们能够自主的绕过障碍啊 选择最优的侦察路径 确保任务高效完成 而那个战斗机器狗呢 就大一些啊 会超过100斤啊 战斗机器狗呢 它不仅能够肩负着侦察的使命啊 还能携带多样武器直接参战 成为移动的一个火力点 在巷战的场景之下呢 它们能从隐蔽处发起突袭 减少人员的暴露风险啊 机器狗的高机动性 自主行动能力和综合战斗性能啊 使传统的防御策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啊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报道说呢 就中国这个猎庄的机器狗啊 这回首次展示啊 那么都被西方的媒体称说呢 中国又领先了一步啊 但是呢 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 说这个东西呢 说早在去年的时候啊 人家美国呢 已经是发布了一个视频啊 就是对机器狗测试的一个视频啊 那个视频的机器狗它的这个性能呢 和这次中国所展示的这个机器狗的性能其实是差不多啊 那么现在说来呢 难道说又是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吗 但是呢 我仔细查了一下呢 其实不然啊 其实不然啊 事实呢 正好相反啊 就是美国呀 确实是在去年的时候呢 曾经测试了一个机器狗啊 我搜了一下呢 凤凰网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 有一个报道啊 它这个报道题目就是 美军测试的机器狗却是中国造啊 从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知道 哇 谁偷了谁啊 那么这个凤凰网的报道呢 也来自于环球网啊 它转发到环球网的啊 那么是环球网在去年的时候 10月22日的一个报道啊 而这个报道呢 是转载了印度啊 在18日的一个报道啊 那么印度呢 还是转载了美国的一个报道啊 都是转来转去 那来自于美国啊 就是第一手的资源是来自于美国啊 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哈 美国海军陆战队啊 日前测试了一种可以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武器机器人 这种机器狗呢 可以发射火箭弹 其与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的SPOT自主机器人有相似之处啊 然而上述两家媒体均报道称啊 美军测试的这款机器狗啊 它的名称呢 是Unitree Go 1 由中国知道 可以在电子商务网站上买到现货啊 那么我又回头看了一下啊 这回在这个中国和柬埔寨联合的军事演习上 现身的这个机器狗呢 确实它的这个身上呢 也有这个Unitree Go 2的这个字眼 也就是说啊 美国海军陆战队啊 所发布的那个测试视频啊 它确实和中国这一次和柬埔寨啊 进行军演所出厂的机器狗呢 是同一个厂家出产的啊 那么这个厂家呢 是一个中国的厂家 而这个机器狗呢 可以在电子商务的网站上买到现货 那么我又查了一下啊 机器狗的概念啊 其实呢 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确实是美国就提出来了这个概念啊 但是呢 心态等于说呢 在技术方面就被中国给超越了啊 咱们就该怎么说怎么说哈 人家走人家就是走 对不对 你比如说高铁啊 日本确实在上个世纪啊 远远早于中国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高铁 有这个新干线高铁 对不对 它确实是比较早啊 还有那个动口机啊 那原来呢 也是德国啊 他比较早啊 一开始还卡着我的脖子啊 还对中国进行了勒索 对不对 本来他不值那么多钱啊 结果呢 卖给中国很多钱啊 本来呢 他出现问题啊 进行维修啊 并没有那么难啊 结果呢 也对我们进行勒索啊 一定要让他的人员来维修啊 对于那种维修人员呢 我们得好吃好喝好玩的伺候他 如果是不好好伺候他呢 说了挑子就了挑子啊 而且呢 他在维修的时候呢 不准我们人在场不准看啊 就搞得非常的神秘啊 后来呢 我们就对这个东西进行研究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啊 没有那么高深啊 那现在啊 中国这个高铁啊 对吧 建的是越来越好啊 顿路机也是啊 现在都给他做成了白菜架啊 那么现在再看呢 就这个机器狗也是一样啊 现在中国做的机器狗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为什么拿中国做的这个机器狗 他们就是在网上买的呀 买了以后呢 然后进行测试啊 就他们应该是做不出来吧 对不对 应该做不出来啊 那做出来你用你自己的呗 对不对 然后买了中国的这个机器狗来进行测试啊 结果发到网上以后呢 哎 就被人发现人说 哎 这个机器狗是中国做的 在网上就能买呀 所以说哈 就这一次中国展示的机器狗哈 不是说中国就落后于美国那个海军陆战队啊 不是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去年就展示了 就说明呢 中国比它落后了 实际上呢 都是同一个产品啊 同一系列啊 它去年展示的是第一代啊 勾一 然后呢 今年中国展示的是勾二啊 都是中国出产的 中国现在的民间啊 不得了啊 那么我今天在查这个机器狗的时候呢 我还偶然发现了啊 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啊 现在竟然还能造什么呀 还能造反舰导弹呢 你能想到吗 中国的民营企业能造反舰导弹 中国造的这个反舰导弹呢 会甩这个美国的反舰导弹好几条级啊 美国的反舰导弹啊 如果你留意过的话呢 你会知道 就是前一阵的说是 美国哈 就让台湾啊 要买美国的那个叫鱼叉反舰导弹 说是啊 中国的军舰不是现在很厉害吗 那么中国如果要武统台湾的话呢 那么出动的就得是军舰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让这个台湾的军队呀 给他们武装上这个美国的鱼叉导弹啊 然后呢 有了这个鱼叉导弹一号啊 台湾呢 就成了这个刺猬了啊 一会说刺猬 一会说猴猪啊 就是这个鱼叉导弹啊 我查了一下 也是环球时报啊 写了一篇文章啊 说这个又成了冤大头啊 每枚船台军要买400枚的鱼叉导弹 专家说呢 这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说过时呢 然后呢 就是最近啊 有一个军事博主写的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里面呢 是这么说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中国民企带来的反射导弹 让西方强国汉颜 布拉莫斯已经黯然失色啊 为什么让西方强国汉颜啊 布拉莫斯又是一个什么东东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博主说了啊 说在这个世界上啊 一个国家能研制出一款先进的反射导弹啊 就足以感到自豪了呀 比如说法国的废鱼 美国的鱼叉 印度与俄罗斯合作研制的布拉莫斯等等啊 而如果这款反射导弹是超音速导弹 又往往会被吹上天啊 比如说布拉莫斯在印度人的眼中 那可就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啊 变成了当年世界最为先进的反射导弹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哈 在反射导弹这类里头哈 法国的飞鱼 美国的鱼叉啊 还有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啊 这三种呢 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 比较厉害的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三种里面呢 印度和俄罗斯他们研制的这个反射导弹布拉莫斯呢 他又属于是超音速的导弹 也就是说他是超音速的 飞鱼和鱼叉呢 就都不是超音速的了哈 那么这篇文章所说的说中国民企厉害了啊 是怎么厉害了呢 说是在去年的这个珠海航展的上面啊 有一家中国的民企呢 他叫广东宏大爆破公司啊 他就开发了一种这个反射导弹啊 叫HD1 HD1 他厉害在哪呢 他呢 就和这个印度和俄罗斯联合开发的布拉莫斯一样啊 属于超音速的啊 他就比这个美国的鱼叉呢 要先进啊 而今年说是啊 最近啊 说在马来西亚举办的2024亚洲房屋博览会上啊 说保利科技公司又重点推出来了HD-1A这个反射导弹啊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 HD-1A 然后今年呢 HD-1A 那很显然 EA 比那个 E 就又升级了啊 那么这个呢 是中国的民营公司生产的啊 所以就是说啊 台湾啊 还要买什么鱼叉啊 这个已经是严重过时了 成了冤纳头了 还有呢 就结合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觉得说啊 很多人就说啊 你看美国那个生产武器呢 都是一些民营企业啊 人家那才叫厉害呢 中国的那个武器呢 都是军工企业生产的啊 军工企业呢 往往都是国营的 国家控制的 你看现在啊 中国也有民企啊 生产这些军工产品啊 中国的军方呢 也在采购这些民间产品啊 机器狗就是一个例子啊 我不知道那反射导弹HD-1A啊 中国的军方有没有买了猎桩 这真的是可以用那一句话来说了啊 厉害了我的国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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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